台灣朋友,大家好!我是蘇泰 首先呢,要非常感謝各位對我的頻道的關注 最近粉絲數真的成長得很快 讓我覺得很開心 那另外,我也要非常感謝我的第一個贊助人 就是陳俊志 非常感謝你加入我的Patreon 成為我的Patreon 那麼,如果各位台灣朋友們想要贊助我的話 影片下面會有個我的Patreon的領結 你們可以每個月幫我買一杯星巴克的咖啡 讓我更專注的拍影片 更自由的創作 那麼,今天我們要討論的話題是 跟對岸的朋友們 就是中國大陸的朋友們有關係的 什麼樣的話題呢? 就是中國需要民主化 台灣可以教你怎麼做 台灣 can help 那麼,我們今天要談的話題是比較信賴一點 有可能會吸引一些五毛跟小粉紅們 所以,斯坦幫你們創造工作機會 趕快來感謝我喔! 大家都知道,中國現在宣到正能量 所以,我也想把揮我的正能量喔! 那麼,這個影片是想要給所有在中國這塊土地上 渴望自由的廣大群眾的建議 如果是對的事情 一定要勇於說出來 這樣大家會明白 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有這種想法 大部分的台灣人都是天然毒 那在中國應該有一些人是洗腦粉 他們似乎有感覺到社會的不公平跟剝削 但是,強大的宣傳令他們遲遲無法醒來 一直處於半夢半醒的狀態 這些人都心裡有數 許多人其實心裡充滿矛盾 但是,對黨許多做法跟想法 只敢放在心裡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把它們說出來 其實台灣這個國家 一直很樂於分享他們的民主經驗 不管牆內是怎麼編造跟無名化台灣的 一旦中國人你們願意敞開心胸 放下黨國宣傳的稱見去了解台灣 其實,不難發現台灣賦予每個人在基礎上的權利 真正的義務教育、醫療健保 領得到的勞工保險跟退休金制度 真正的勞工安全法規 甚至目前也提倡 無線網路也是人權的一部分 唐鳳超讚! 像是在台灣的玉山上也能夠使用 想想看中國 那麼多的父母為小孩的學區房 跟戶籍問題煩惱 以至於婚姻變成買賣 這樣是要如何爭取良性平權 但是在台灣,連山區的孩子 都可以享受環境很好的學校跟教育資源 而中國的國家資源又去哪兒了? 我想,你懂,我懂,大家都懂 只是不敢說 國家的富強不是在於你城市改了多少大樓 跟多少冰冷的數位化產品 而是藏富於 一個國家整體的人民 平均能夠享受的社會福利 才是一個國家的強盛的體現 民主自由的社會並不可怕 比起中共的精緻利己主義 台灣更接近中共曾經承諾過的美好社會形象 是全體社會與人民的富強 而不是一部分的人富起來 黨總是把自己跟國家畫等號 一天到晚代表你的國 要你感謝他 但是實際上你所獲得的一切 都是你的父母、租父母 花了一輩子的邪漢跟奴隸賺來的 也是你個人天天天手知足地打工 上班、拼命加班 996007應得的結果 這些都是你應得的 國家才要感謝你 因為你們每個人對國家的繁榮跟經濟發展貢獻了力量 黨不應該把這個功勞搶走 也不應該剝削你 甚至不應該在你年老後 一腳把你踢開 回想像你的家鄉 黨犧牲了你的家鄉的自然環境 你還是必須理想背景打工 他們不花一分成本搶走 應該屬於你們的財富 卻沒有將財富運用在發展你的家鄉 而是蓋了豪宅、蓋了一線城市、蓋了豆腐渣工程 對了,還有他們的海外的別墅 那些說一套做一套的環保政策、勞工安全 想想看你的親友有多少個人 因為沒有真正的民主跟新聞輿論的保護 喪失了自己的健康跟生命 這並不是奴隸的你所應得的 然而這些在台灣 卻是努力在進步跟改進人權 也是台灣人最因以為傲的價值觀 在台灣人們會真心感謝社會上的每個份子 而不需靠國家宣傳告訴人民要謙卑 因為黨自己根本就不謙卑 所以他們很難去說服其他人 在自由的台灣 從學校老師、工程師、醫生護士、清道夫 製造業工作的技師、操作人員 甚至在家的家庭主婦、家庭主婦們 台灣人都是懷著感恩的心 在互相感謝對方的付出 並且持續地在各個族群的平權努力奮鬥 這些都是寶貴的經驗 也是中國人最迫切需要跟渴望的平等生活 為什麼台灣的政客這麼喜歡親近人民 為什麼他們願意傾聽民眾的聲音 願意嘗試接受更多勤民活潑方式 跟民眾互動 就是因為台灣有民主 政治人物需要學會說服民眾 而不是威逼民眾 想想看你的家鄉 那些城管、幹部、村長、縣長、省長 明明拿你的稅要服務人民的角色 一副你是什麼可愛的姿態 跟你要錢、要紅包 要你拔截他、狗腿他 最後還看你的家庭背景 然後才願意施捨一點幫忙 國家應該要服務人民 而不是讓人民對國家磕頭 都睜開眼睛了解台灣的經驗跟體制 就像把粗糙的傢伙 跟正品放在一起做比較 你會一目了然 聽過廣告不實嗎? 中共就是一個廣告不實的傢伙 同樣的代價 中國人值得更好的體制 台灣經驗真心推薦中國人效法 相信你們只要有心想改變 台灣的成功經驗能作為你們的典範 大家都聽過一所預言的 北風與太陽的故事吧 台灣就好比是溫暖的太陽 而中共則是寒冷的北風 當你用越不人道的方式 對待跟剝削一個人 他們身上的包袱只會更加厚重 並且更加渴望溫暖的太陽 中國需要民族 台灣可以教你怎麼做 台灣跟HELL 這就是我的正能量 真心推薦 非常感謝各位的支持 如果你們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留言喔 那麼今天也想跟各位討論一個問題 最近我有觀察到 中共至少聽到一些反共的聲音 會直接說 這是反華、港獨、台獨 甚至會一起說反華的港獨與台獨 但是香港人不是華人嗎? 台灣人不是華人嗎? 為什麼共不想要承認自己是共? 所以就是中共想要代表全部的華人 但是對斯坦而言 共不代表華 共就是共 立功啊!立功啊!立功啊! 立功啊!立功啊! 我身為一個很喜歡中華文化的人 我聽到中共想要代表全部的華人 這是在侮辱人家耶! 中國有那麼多年的歷史 然後你一個流氓黨 想要代表全部的中華人民嗎? 我覺得這很不恰當 那各位台灣朋友們 你們對中共想要代表全體的華人 對這種行為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請在留言處這邊留言 今天我也要推薦一個YouTuber給各位台灣朋友 他是住在美國洛杉磯的Inti 他有兩個頻道 一個叫做Inti傳媒 另外一個叫做Inti新聞 最近如果在美國有些很重要的記者會 或者如果在美國議會有些發表的話 他也會做即時反應 除此之外 他針對在牆內所發生的事情 也有做評論跟說明 所以覺得很值得關心的一個YouTuber 請幫他按讚、訂閱跟留言 我是斯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支持 我們下次見 our仙人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